8月28号公投日登场 面对四大公投案 民怨冲天 蔡政府要不要提对案 依公投法要联署 已经来不及 只能透过行政院或立法院提案 总统蔡英文11号也召集党政高层开会 做出决定 今天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要提对案 行政部门有必要提供这个完整资讯 从反莱珠公投帮大选 到珍爱遭遭重启核四 行政院和立法院党团 最后达成共事都不提对案 原定11号启动的政策说明会 也因为发生泰鲁阁号事故暂缓 眼看公投倒数四个月 接下来势必只能动员支持者投反对票 是想避站还是另有打算 蔡政府更被质疑 难道要继续派陈吉仲和环团摸头 搞悲情 面对铺天盖地民怨不喊停 四大公投火烧执政党 沸腾的民意 无疑也让蔡政府倍感压力 这有城镇茂林一玄台北报道